你总得告诉我 你为什么生气吧 我还为 没什么 我就是觉得吧 有的男的勾三搭四 特别讨厌 勾三搭四 你说什么呢 敢做就敢当啊 事情虽然过了那么久了 但那天 你个碧莲 在房间里的事 我就看到了拉拉扯扯 原来你是因为这个生气啊 菲菲 你听我解释 我不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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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你说呀 道学 其实也没什么 碧莲是黄道国的大私药 也是太红太户身边的红人 他老人家也跟我提过 想让我把他纳入后宫 可我都拒绝了 您家投案入报 你还能拒绝啊 比他美 比你漂亮的女人 仲见得多了 不说别的吧 就说谢妍然 出身 相貌气质 没点不比你好 可朕真的从来没有一眼正眼看过的 只有你 说呀 只有你是一见钟情 那我就没有什么比他们强上的地方吗 论 学识文采 你连名字都写不好 论相貌气质 别人 别人一般 也没什么特律 身材嘛 那就费了 吃吃吃 吃吃啊 给我 寂寂寞的夜晚 只有一根玉米没办 天然 你干嘛呀 你想吓死我 你是不是把我给忘了 都不找我啊 没有 我是怕你还在生武器 上次那个 这不是说话的地方 不然我们去你屋里吧 你到底怎么了 你到底怎么了 昨天的新竹大会 皇上要和陈王比武 他们双方的人数啊 就差我一票 然后呢 然后我就把我那票 投给了皇上 你这么做也是对的 毕竟你之后 也得当皇后呀 才不是呢 要是王爷不战而胜的话 皇上拿不到兵权 我就得嫁给皇上了 但是我把这票 投给了皇上 我将来 该怎么面对王爷啊 我好纠结啊 飞飞 你得帮我想想办法 不然我就不理你了 我觉得你没必要纠结 他们真的是兵权 我也关心你 一定要嫁给谁的 你看我就一打杂的 我能帮你什么呀 不过你放心 你要有什么想让我帮忙呢 我绝对帮 那我自己想想办法 好歹我也是黄道部第一财女 就是说呀 你第一财女 我不知道要做啥 我怎么可能知道 那我这是为情所困当局者迷嘛 你盘观者清了 你快想想啊 不不不 我比你更当局者迷 是啊 毕竟那两个男人都喜欢 喂 你知道我不喜欢王爷的 好了好了 你多想了 我又并不是生你的气 不就是比较难过吗 已经够好了 不就是了 二哥在我们那边 那些女的早就跟我撕起来了 我跟你讲 怎么才能让荒鼠成王喜欢我